站中行动被占营的地点都是在人潮的密集之处 像是铜锣湾以及旺角等等 所以总共有加近200条的巴士路线受到了波及 纷纷改道而行 如此一来一些店家的生意自然也是大受影响 战中运动遍地开花 旺角也成了占领者的大本营 轮番上台宣扬理念 听到激昂处下面的民众纷纷叫好 也有助教育的民众特意赶来 支持战中 但旺角本身也是观光区 数台巴士从战中至今 依然被卡在街道上动弹不得 少了公车运输 站牌直接贴上告示 从减班到停班 公车站顿时空无一人 观光客只能靠着徒步或是地铁来到旺角 不同于京中大部分关门 旺角店家多数正常一夜 但人潮较平日明显少了许多 居民也受到影响 关门都要走半个钟头出门 我问他啦 那你现在还空时晒点了 加上旺角本就深受陆客喜爱 站中风潮下虽然有些人照走消费心声 但问起敏感话题都不愿多做回应 我是外地人不好意思 我刚才到了什么我不了解 没有我这两天都没看电视的意思 在外面里面不好意思吧 站中行动越演越烈 港府也丝毫不让 特首梁正英更表示 受影响的地区要做好长期的心理准备 观察家也预估对峙状态恐会持续下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香港报道